嗨 英語學貿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湯力學目前為止呢 在我們台中的大雅鬥志服務社 很高興為你訪問到呢 我們呢這個大敦 這個國際 叫做清商費 是嗎齁 40週年慶的我們的會長呢 王成義王會長 會長你好 大家好 哇 我們清商費已經40年了是不是 是的 你剛才好像有提過 在記者會的會長 你說 40年是個很特別的 一個日子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清商會 它有分YB Young Boy 跟OB Old Boy 40歲的年紀到了就要進入特友會 就沒有辦法在清商會 那清商會跟特友會 兩個之間的在清商會裡面的出席率 跟舞台上面還有很多的節目活動 都是少很多的 所以離開了YB幾乎就是沒有什麼活動 只剩下一些單純的領域 了解 所以今年40週年 我們王成義會長 也在清商會40週年去辦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動 這當中最引人注目的 也召開了記者會 就是5月5日這一天 為貧窮的孩子要圓個夢 當時什麼樣的構想 想要做這樣一個活動呢 因為在今年在我們鬥志服務社的社長 也是我們的結束會友 袁靖宏 來加入我們清商會以後 那我們知道他們在鬥志服務社裡面 他們有關懷很多的弱勢的小朋友 甚至是在各個國中小學裡面 福島市裡面有登記在案的 單親家庭的一些有問題的小孩 他們非常需要一些物資上甚至是關係 那在今年我們大增告紅40週年 我們也想說做一些有意義的社發議題 所以我們跟他們的鬥志服務社 來跟他們結合 來關懷這些小朋友 那想說可以以我們的 我們自己其實清商會 也並不是說有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我們以我們有限的資源 來支持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圓貌 可以給他們書籍 可以給他們物資 甚至是一些小小的經援 但是我希望他們 可以完成這些他們的夢想 可以我們盡一點點力 讓小朋友可以展露出快樂的效果 我想我們看到這效果是非常開心 非常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王會長做的工作 真的也是我們這個 大增青商會所會員所做的工作 真的值得社會大眾敬重 那最後這樣請問一下會長 你認為在擔任青商會的會長 這樣的一個歷程當中 在你生命當中學到什麼樣 那如果社會大眾 想要加入我們青商會 應該有 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 像我這樣子 短短的個人的潛見 加入青商 大概也才六七年的時間 不是很長 但是來這邊讓我學到了 在這種的社團裡面 它是無幾值 你來這邊 先不要想說可以得到什麼 你來到這裡 你先想說你可以付出什麼 有出席就有學習 有付出就會得到快樂 這是讓我在這邊 在青商會裡面我覺得 付出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它讓我學到了 那社會大眾想要加入青商會 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你只要是滿十八歲 然後四十歲以下 有正當職業 不用是老闆 不用是二代 甚至是一個小小的上班族 公務員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在我們現在青商會裡面 我們在台中市 比較光榮的說一下是 我們在台中市算是第一大會了 目前的會員人數 也將近有六十個 來這邊短短短交 一萬五千五的會費是一年 還有每個月都有參會可以值 問題是 你可以發這一萬五的會費 你可以認識六十個 來自各行各業的有為青年 我相信是非常值得 而且又可以做很多公益活動 是不是 這個是一定要的 我們年輕人一定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最後的請會長 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的背面呢 也掛滿了喔 這一些好像是 都是馬的圖片 還有小朋友 這些是有什麼樣的 這個作品呢 是我們在辦的今年的 系列活動裡面的第二樣 第二樣系列活動 是在我們的厚禮馬場 厚禮馬場我們辦的一個圓夢醒身 因為在這之前 我們有辦了一個智慧列車 我們給這些弱勢的小朋友 一個他們想要做 給他們一個願望的 發夢的機會 所以讓他們告訴我們 他想做什麼 我們就給他們 他們想要的東西的書籍 然後藉著這個寫生活動 讓他們畫出他們心中的味道 這些都是那天在厚禮馬場 所畫出來的作品 哇所以真的非常的感動 也再次謝謝呢 我們青商委會長王成毅 接受記者 湯立憲的採訪報導 謝謝您 大堆事實 足夢大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